在疫情以来,从3月份以来到现在,我们知道美国的政策上发生了很多的变化,可不可以先简单的和我们讲一下有那些重大的变化。 欢迎来到《银火有约》,我是悠悠,今天我们有幸请来了我们栏目的第一位美女嘉宾,她是在美国移民法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,她既是美国加州的职业律师, 同时也是中国的职业律师,因为我们已经有文字方式对她进行的嘉宾介绍,所以我们就直接隆重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,高雁律师。高雁律师,你好。 大家好,在疫情以来,从3月份以来到现在,我们知道美国的政策上发生了很多的变化,可不可以先简单的和我们讲一下有那些重大的变化。 从政策方面来讲的话,比如说你有美国的全球大使馆的相继的关闭,首先中国2月份左右就开始关闭,还有限制外国人的路径, 当然也是因为疫情从中国开始爆发,也是从中国开始的,先后伊朗,还有欧洲都是限制这些国家的外国人路径, 当然如果说你是美国绿卡持有者,或者你是美国公民,然后你是这些人的家属,有一些家属的话,你还是可以路径美国的。 还有一些,因为疫情不仅仅就是导致了这种国家要通过政策来限制人员的流动,还导致了这个就业市场经济的一个很大的影响, 所以说美国的话失业率是非常高的,为了保护美国的劳动市场, 那就是美国政府它也签署了很多的政策公告来限制绿卡,限制移民到美国来限制工作签证, 外国人你不能H1B啊,类似于这种工作,特殊人才的工作签证,L1,卡国公司,J1这种访问学者的交流,工作签证它也会去限制你的去获取。 然后还有一些绿卡,比如说婚姻方面的一些绿卡,你如果说这些所有的这些这两个限制定的话, 都限制在如果你人在美国之外的话,你就会受到限制,你也不能帮你的国外的亲属去申请绿卡了, 然后雇主也不能帮这些雇员,海外的雇员去申请绿卡,也不能,很多工作签证也不能帮他们去申请, 就是很大的,如果说你不在,你疫情在那个公告发布之,比如4月22号第一个公告, 第二个公告6月22号,你如果那时候不在美国的话,你就会受到这些政府公告的影响, 你就不能入境,这个是对很多像我们有些客户就很大的影响, 对,还有美国境内的话,主要就是移民局的一些服务,提供服务的变化, 比如说他们就暂停了,从4月份开始暂停,面对面的服务, 所以说你那些面试呀,打指纹啊,那些入籍宣誓啊,这些面对面的服务就都暂停了, 直到6、7月份才慢慢的恢复,并且恢复以后也是很慢很慢, 所以申请也会慢很多,整个的话,在美国境内的话, 主要就是你的所有的申请啊,这些服务也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, 所以说冲击是很大的,嗯,是的,那么我今天呢,主要想聊一下, 关于B1、B2签证,就是商务旅行签证这方面的问题, 嗯,第一个问题呢,就是,啊,我们想知道说, 现在啊,还可不可以申请B1、B2签证,还是这一部分的服务已经彻底停止了, 嗯,因为是这样子的,因为现在是所有大使馆, 特别是中国的大使馆,目前的话, 从2月份开始就暂停,接受常规的面谈服务, 除了紧急情况以外, 所以说,呃,如果说你目前还没有B1、B2签证, 你想来美国的话,基本上是非常难的, 除非你有一个正当的emergency, 就是紧急情况,你需要过来美国, 然后你去大使馆预约, 嗯,否则的话,基本上是,就是这个服务是没办法就是获得的, 嗯,那什么样的是算为紧急的情况呢, 可不可以公举一两个例子就好, 对,当然可以,就是比如说家人, 人在这边有一些医疗方面的一些紧急情况, 或者说家属成员在这边出了事故, 你需要来过来处理, 那是这种的,就属于比较紧急的一个情况, 那像这样的情况, 您可以协助他们办理相关的手续吗? 呃,办理都可以的, 就是B1、B2,比如说需要他们递交, 准备一些材料的话, 但是像我们,因为在美国有时候能够提供B1、B2, 让他们去中国大使馆签证的话, 我们提供的服务是非常有限的, 但是国内也有很多的,比如说代理机构, 中介机构啊, 他们可以帮他们去做, 有时候更多的, 我们的话,当然你如果遇到难题啦, 需要咨询啊,或者需要准备材料啊, 这些是可以的, 但是面试的话, 大家都是需要自己去做的, 嗯,好的, 那么讲到在美国境内, 那我知道现在有很多持有B1、B2这个类型的人, 他们呢,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, 暂时回不了中国, 对于这些人, 我想您更可以帮助到他们, 对不对, 那么怎么样可以帮他们申请签证延期, 或者转换身份, 让他们可以合法的待在美国呢? 对,这个目前的话, 这一方面的客户的需求是非常大的, 我们也处理了很多这样的案子, 就是因为疫情, 那一个是怕担心健康的问题, 第二个是因为飞机机票的问题, 所以说都是很客观的原因, 至于这个新冠疫情, 至于这样的一些客观原因, 那如果你的B1、B2, 就是I94上面的有效期快到了的情况下, 那我们就可以第一个帮你帮助, 你做一个B1、B2的延期, 或者说如果说你有, 比如说你能够成功的申请到学生签, 或者说拿到工作签证, 或者你是比较杰出的人才的话, 我们就可以帮你, 可以转换成其他的工作签证, 当然我们可以去帮你去做这一个, 这一个的话, 目前如果说B1、B2延期的话, 因为它是不能加急的, 所以说处理的时间, 每一个服务中心都不一样, 但基本上也是在半年以上, 包括你转学生身份也是的, 这个也没办法加急, 那你只能把在你的i914快到去之前, 就尽快地把你的申请递角上去, 拿到那个收据以后, 就耐心地等待在美国, 这个的话, 如果说你是B1、B2延期的话, 主要就是要证明, 你为什么要延期, 你要做一个陈述, 那你有可能就是我刚刚所说的, 另外你还要证明, 你在中国有足够的跟中国有足够的联系, 你不会就是永久性地寻求待在美国, 比如说你在中国有工作, 你有住房, 你有房产, 你有银行存款, 你有很重要的亲属, 这些亲属在美国, 在中国, 这些都是你跟中国的一个很紧密的一些关系, 基本上你要提供这方面的证明, 这样的话就能够提高你延期成功的几率, 大概就是这样子, 程序的话就是一般我们会递交一个539表格, 然后递交上去就收到这个收件通知, 然后一个月左右就会有打指纹的通知, 接下来就是等待, 那你等待期间你肯定是不能离境的, 但是你在美国境内的话, 你是可以自由地出行的, 没有关系的, 嗯, 好的, 那么对于已经在中国境内得到了B1B2签证, 赴美的这些人, 他们现在能够成功赴美吗? 他们有些什么注意事项吗? 赴美的话, 因为是有禁印嘛, 就是美国的很多整统公告限制入境, 所以如果说你仅仅只有B1B2B2, 你不符合其他的条件, 那你就不能暂时不能复美, 但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客户, 比如说因为我们, 南加州有很多就是需要这种生殖辅助技术的一些客户, 那他们本身比如说需要, 他们很需要来美国, 因为可能他们的宝宝快要出生, 或者说需要接受一些医疗服务, 这种情况下, 如果说你之前有过美宝, 比如说你的第一个孩子, 第二个孩子, 如果说你是未成年, 你的孩子是未成年的美国公民的话, 那你可以带着你的孩子一起入境美国, 就算你自己是B1B2金子, 你仍然可以入境美国, 因为你是美国公民的附魔, 对,未成年美国公民的附魔, 当然也有一些像这种需要服务的, 有些人他来不了美国, 因为他可能就是没有, 之前没有, 大的就是说, 比如说没有, 自己没有美国公民的小孩, 那他可能, 我们就是现在, 因为我做商业方面的合同, 起草、审核, 那他们就会委托一个, 尊敬机构, 帮他们去寻找一个, 一个人, 就是说, Agent, 帮助他们把宝宝带回国, 因为你也听到说, 就是好像, 越来越多有人选择这种方式, 与其自己从中国来到美国, 接宝宝, 那么他们选择, 就是说可以委托某一个人, 把宝宝安全地送回到中国, 所以你可不可以讲一下, 这个服务现在是有在做, 而且是很成功的吗, 有什么需要大家注意的地方吗, 注意的地方, 对, 这个是目前就是, 很多如果说, 你需要做一些, 这种, 生殖服务的, 一些, B1B2就持有者, 他来不了美国的很多人, 就会选择去, 刚刚我说的, 通过一个中介机构, 然后找到一个, 月嫂, 然后帮宝宝带回国, 这个的话, 目前就是, 如果说, 一般会有, 全程都有律师提供法律服务, 因为设计到宝宝, 设计到宝宝的话, 就有很多法律的问题, 一个病情, 这个宝宝是刚出生的, 那他肯定有很大的风险, 加上现在有, 有这个疫情在里面, 那你肯定就是, 像法律方面的话, 主要就是免责了, 就是因为, 你要做一个国际旅行, 你要接触, 你要坐飞机, 你要坐出租车, 你要接触入海关, 要接触很多的人, 那你当然有感染, 这个新冠的风险, 那基本上, 如果说父母要, 通过这个种方式的话, 你要做一些免责的, 要一些豁免, 自愿承担, 这个风险的一些statement, 另外当然, 包括一些机票方面的, 一些费用, 费用啊, 费用方面, 你要做一些arrangement, 但是应该就是, 很多风险的选择要做, 因为我们感觉, 就是比你自己来美国, 可能就是经济方面, 就会更合理一些, 因为这个反而会在经济方面, 可能会更加的实惠, 更加的优惠, 因为现在要隔离, 对, 就是这些, 送宝宝回国的, 那你, 比如说, 你到了中国, 你有一个四天的隔离期, 这个的话, 也是我们需要, 就是在, 比如说, 有相关的法律服务, 我们也是要告诉父母的, 这些隔离期的, 经济费用啊, 这些怎么承担, 法律风险怎么承担, 这些也是父母需要考量的, 还有买保险啊, 这种来, 来万一发生什么, 就是, 比如说疾病啊, 或者意外的话, 那父母是需要买一些保险, 来保证你这个, 就是宝宝能够很顺利的回到中国, 然后很顺利的接到宝宝的这样子。 非常感谢高律师, 我知道我们可能关于B1B2件事, 还有很多的问题, 但是呢, 我们欢迎您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的节目, 或者直接联系高律师, 他的连续方式也在我们节目的文迹部分有, 那么所以非常感谢您, 我们希望在下期的节目里面, 和您更多的介绍, 其他类型的签证, 需要注意的是像, 根据现在的疫情当中的变化, 我们怎么样进行一些的对策, 上有的就策变化, 下有对策的变化, 谢谢高律师。 谢谢主持人, 谢谢大家。 请不吝点赞,